前途无量婚礼将至的耶鲁天才女博士 在实验楼神秘失踪 大批警方对大楼进行地毯式搜索 而她却向人间蒸发一本不见踪影 直到五天后 原定婚礼的日子 未婚夫终于等到了警方的消息 然而她等来的并不是美丽的新娘 而是她冰冷的遗体 寒窗十载 相恋数年 双喜临门修成正果之际却惨遭杀害 凶手到底是谁 又是为何下次杀手 请看本期M2档案 耶鲁女博士谋杀案 本案的女主Annie Lay 出生于加州的圣河塞 父母是越南移民 中学时期开始 Annie的学习成绩就非常优秀 并展现出了对科学和医学的强烈兴趣 后来她凭借优异的成绩 获得了纽约罗切斯特大学16万美元的奖学金 在罗切斯特就读期间 Annie攻读细胞生物学 辅修医学人类学 由于她学术表现出色 实验技能扎实 所以赢得了耶鲁大学药理学的直博机会 读博期间 她专门研究用于治疗癌症 糖尿病和肌肉萎缩症的一种煤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那她在2009年 也就是遇害的那一年 将获得耶鲁的博士学位 Annie学习好 但并不是那种沉闷的书呆子 家人和朋友都说她非常的乐观开朗 脸上总是挂着明媚的微笑 她走进哪个房间 哪个房间就会瞬间被她的笑容点亮 聪明伶俐 性格又好 Annie的魅力 俘获了男友Jonathan的心 Jonathan是Annie在罗切斯特大学的同学 读物理和数学双转眼 他本人风度翩翩 友善又非常幽默 两个学霸彼此深深吸引 很快陷入了爱河 大学毕业后 Annie去了耶鲁 Jonathan则去了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 Annie在New Haven租了一套公寓 与五个室友同住 而Jonathan则住在一百多公里外的纽约 虽然他们学业繁忙又不在一个城市 但是并不影响两个人的感情 他和Jonathan经常坐两个小时的车去见对方 随着时间的推移 彼此的感情越发坚定 Annie接受了Jonathan的求婚 两人决定在2009年9月13号 在长岛举办婚礼 这也是Annie读博士的最后一年 不出意外 Annie将在这一年爱情事业双丰收 然而意外还是出现了 这美好的一切 在婚礼日的前五天 戛然而止 Annie失踪了 2009年9月8日上午 Annie离开公寓 搭乘校发前往耶鲁医学院 Sterling Hall的办公室 在那稍停留一会以后呢 他步行前往了 Amstead街的10号实验楼 他的实验室就在这栋地下室 G13号 实验楼的监控录像拍到 他在上午10点左右抱着一堆资料 刷卡进了大门 直到晚上9点多 Annie没有回家 按照他的时间表 他应该在几个小时前就到家了 因为第二天要去长岛做准备 室友给他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没人接 这让他们非常担心 因为Annie向来非常有安全意识 从来不会在晚上独自外出 如果必须工作到很晚的 他会请别人接他 或者找一个同伴一起回去 到了晚上10点多 室友拨打了报警电话 并对耶鲁孝敬称 Annie失踪了 警察来到Annie的实验室 房间干净整齐 没有打多的痕迹 他的钱包和手机在他的办公桌上 看起来他只是短暂外出 马上要回来的样子 唯一和Annie不见的是他的ID 警察了解到Annie还有五天就要结婚了 他们一开始还以为这是准新年婚前恐婚 临阵逃脱了 说不定一会儿就自己现身了 然而室友称这根本不可能 因为Annie已经为这场婚礼筹备了一年 每次他说起准备婚礼的细节 比如餐巾簿或者是婚礼用花 都是非常兴奋 满脸的幸福 为了预知婚礼当天的天气是不是完美 他甚至还做了个天气预报模型 这样的准新娘怎么可能临阵脱逃呢 听到这些 警察决定还是查看一下Annie使用ID的记录 来追踪他在实验室的进出情况 Annie所在的实验楼是新建成的 有着非常严格的安保措施 不仅进楼要刷卡 每间实验室进去也要刷卡 另外啊 这里大多实验室所做的研究都具有机枪的保密性 进来的人呢都只能凭借实名登记的ID刷卡进入 所以啊 能进这栋大楼的人 基本都是耶鲁的学生 或者是学校雇员 警方发现啊 Annie的ID卡上只有早上十点多 进实验室这么一次的记录 他有可能出门了 但是没有再次回来过 那第二天早上的7点30分 警察就正式宣布了 Annie失踪 他们调出了所有出口的录像 想要弄清楚 Annie到底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出去以后 又往哪个方向去了 这个教学楼的监控设施啊 非常完善 几乎每个角落 都有当时最为先进的监控设备 所有出口 都有摄像头覆盖 完全没有死角 可是啊 他们看不到Annie出去过的身影 即便是当天下午12点50分 实验楼的火警响起 所有人都从楼里走出来 但是Annie却没出来 警方相信 Annie一定还在这个实验楼的某个地方 于是他们关闭了整栋大楼 开始在里面进行大规模的搜索 找了每一个房间 每一个角落 但就是找不到Annie 一个大活人 在实验楼里神秘失踪 真是奇了怪了 而此时呢 实验楼外面 美国各大新闻的头版头条 都在争相报道 耶鲁天才女博士失踪的事情 几十家媒体的记者 都驻扎在实验楼附近 希望警察有什么新发现的时候 能够第一时间报答 耶鲁大学的校方 悬赏1万美金 征集Annie失踪的相关线索 FBI更是出动了100多名探员 投入到此案的侦破 他们约谈了150多名相关人员 监看了75处监控摄像头 长达700多小时的录像内容 蹊跷的是 他们只发现当天 Annie进入实验楼 然后乘坐电梯 直接来到自己的实验室 计时三门前 刷卡进入后 它就彻底消失在了 所有的监控画面中 时间很快来到 Annie失踪的第四天 过了这么久 还找不到人 警方基本断定 他已经遇害了 这就意味着案件升级 需要提高侦查手段 被此 警方出动了技术部门 参与调查 通过血迹检测剂 他们在G13的一个储物架 以及G22的储物间里 发现了血迹 于是 警方把注意力 完全集中在了 这两间屋子里 通过更为细致的检查 警察发现 G13的天花板 有被动过的迹象 当警察打开天花板时 一只白色袜子 和一只蓝色的橡胶手套 从上面掉了下来 从天花板上掉落的 这些物品上 同样带有血迹 通过家人的辨认 白色袜子 就是Annie平时 所穿的款式 虽然大家此刻都明白 Annie已经遇害了 但她的尸体 到底在哪呢 难道说凶手 把她的遗体 放在垃圾桶里 带出去扔掉了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Annie的身材 十分娇小 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 实验楼 每天要扔出去 一部分实验的耗彩 因此说不定 凶手趁着丢垃圾的时候 把Annie也扔了出去 为此 他们找遍了 附近的垃圾填埋场 但是没有任何的发现 时间到了9月13日 这一天 原本是Annie和Jonathan的婚礼日 这天上午 几位警察 闻到了大楼地下室 靠近G22厕所里 传出的非常异常的臭味 却找不到源头 警察于是调来了巡视权 当天下午5点 Annie被找到了 娇小的她 像一块破布一样 被人乱揉成一团 头朝下 塞进了这间厕所 后面的一个墙缝里 这个墙缝 实际上是一个夹层 专门用来藏电线和水管用的 空间非常狭小 现场还有她的IT卡 和一只蓝色的橡胶手套 和在天花板上发现的是同一双 长达五天的搜索 以这样悲惨的发现而告终 当晚众多的耶鲁学生在学校里 被Annie发起了守夜活动 人们除了哀悼之外 最想知道的 究竟是谁杀害了Annie 压力给到警方这边 9月16号 周尸检办公室发言人公布了尸检报告 Annie死于颈部受掐造成的窒息 她身上伤痕累累 下巴和锁骨在生前被折断 在她的内裤护垫和身上 多处发现了经验 这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强奸杀人案 前面说过 能进入到这间实验室的 都是这里的学生或者工作人员 所以警方自然把嫌疑人的目标 锁定在这些人中间 通过实验楼的刷卡记录 警察发现 除了Annie外 当天还有两个人 曾经在她刷卡之后 进入了G13 其中一个是第三方的承包商 她进入后没多久就出去了 所以很快被排除了嫌疑 另一个是24岁的实验室工作人员 Raymond Clark 她和Annie同岁 但并不是耶鲁的学生 而是实验室的职工 专门负责喂养实验室的小老鼠 并打扫笼子 然而仅凭这个刷卡记录 无法形成有利的证据 为了避免打扫惊蛇 警方开始密切关注此人的行踪 这不留意不要紧啊 一留意果然发现此人 行迹可疑 9月10号也就是Annie失踪第三天 一个警官注意到 一个消毒湿纸巾的盒子上 有类似血迹点的东西 盒子当时呢 就放在G13一个钢制推车上 警官随即通知了现场的FBI 就在等待FBI特工的过程中啊 他看到这个Clark 进出G13实验室多次 总是有意无意的接近那个盒子 有一次呢Clark走到推车旁 将盒子从推车的一侧移到另一侧 像是要把血点啊 朝远离警方的那个方向移动 警方呢还看到这个Clark 用刷子清理着G13的下水道入口 而那明明看起来已经很干净了 根本不需要清洁 另外一位警官呢 也表示在9月10号这天 Clark主动要提供线索 说他认识Annie 在9月8号上午呢 10点半看到Annie在G13工作 然后在下午12点半左右 看他离开了大楼 但监控录像咱说了 根本就没有Annie 在当天离开实验楼的影像 这一番此地无垠三百两的操作啊 更是加重了警方对Clark的怀疑 值得一提的是 咱们熟悉的李昌玉博士 也参与了此案的侦破 而他的实验室 就在耶鲁不远的New Haven大学 在李博士的提醒下 FBI查看并分析了 Clark的门禁卡史记录 发现他在9月8日那天 在G13和G22两间房里 进出的次数远高于平时 比如说他在8月27到9月7号这期间 每天平均进入G22房间三次 进入G13房间一次 但在9月8号那天 他进入了G2211次 G13五次 事出反常必有妖 案发当天Clark多次进出现场 他是去干什么呢 Clark的刷卡记录显示 案发当天上午10点40左右 他进入了G13 那个时候 Annie就在那里 上午11点04左右 他再次刷卡进入这里 此后的46分钟没有出去 由此 FBI对Clark进行了审讯 在审讯过程中 他们发现Clark的脸上和手臂上 都有抓痕和瘀青 Clark解释说这些伤痕 是他家的猫造成的 抓痕让猫背锅也就算了 你说这瘀青也是猫干的 你家猫什么品种啊 功夫熊猫吗 这鬼话 FBI自然是没信 他们果断对Clark进行了DNA样本采集 9月17号 DNA对比结果出来了 不出所料 Clark的头发指甲和唾液 与在犯罪现场以及死者身上 收集到的生物数据 完全匹配 然而 面对这么直接的证据 Clark却一直不承认他杀害了Annie 也拒绝透露犯罪动机 就这么拖了一年半 到了2011年的3月 他才和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 承认杀害了Annie 喜提44年刑期 他之所以认罪 是因为检方的证据足够多 足够有说服力 即使他死硬抵赖 陪审团还是会判他有罪 而且判罚结果可能更严重 对于检方的强奸指控 Clark选择了阿尔弗雷德认罪 这个咱们在之前的案子中提到过 意思是犯罪嫌疑人 没有直接承认所犯的罪行 但是承认检方有足够的证据 将自己定罪 审判日 Clark第一次向Annie的家人道歉 他一边流泪一边说 我今天站在这里 为我的行为负所有的责任 我真的很抱歉夺走Annie的生命 Annie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我此生都无法成为她这么好的人 我总是想做对的事远离麻烦 但我失败了 我杀了人 并且当Annie的朋友家人和未婚夫 坐在那里焦急地寻找她时 我仍然继续撒谎 可是道歉归道歉 她一直到今日都从未透露过 自己为什么要杀掉Annie 在媒体采访中 Clark呈现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她昔日的同学和朋友说 她是个老实人 安静 友好 从不挑剔别人 他们简直无法相信 她会做出这种事 而耶鲁实验楼的同事则表示 Clark性格孤僻 平时走路总看着地面 几乎不看人 也不和人打招呼 在工作中的爱摆架子很难伺候 那到底真实的Clark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而这和他的杀人动机 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此案受到的极大关注 警方又仅仅是很笼统地 称这个案件为职场暴力 所以网友们在痛斥Clark 禽兽行径的同时 也推测出下面的几种杀人动机 第一种是Clark和Annie 有着暧昧的关系 听说Annie要结婚 Clark一气之下将他杀害 第二种是Clark这个人有强迫症 Annie把老鼠笼子弄脏之后 不清理这事 她感到非常生气 警方曾查阅过两个人的邮件短信往来 发现Clark在案发前不久 曾严厉地批评Annie 因为她有一次做完实验后 没有按照规定把小白鼠的笼子清理了再走 Annie当时是友好的回信 称自己以后会注意的 而在9月8号案发当天上午 Clark又给Annie发了一封信 要求和他见面 讨论白鼠笼子的清洁问题 这次Annie没有回信 所以Clark一气之下 将他杀害 但是难道仅仅是因为 清理老鼠笼子的问题 就要杀一个人吗 于是就有了第三种说法 说这个Clark其实非常爱慕Annie 但是他又很自卑 当听说了Annie要结婚的消息之后 他跑去告白 结果被拒绝了 试图霸王硬上弓 却遭到了强烈的反抗 于是恼羞成怒 将Annie杀害 从Clark的角度 他跟这些研究员们大多同岁 天天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但人家要么是博士 要么是博士后 有着远大的前程和光明的未来 而他只是一个日复一日 清理卫生照顾老鼠的人 看不到未来的方向 所以才在工作中 爱摆架子难伺候 如果谁没有按照规定 穿鞋套进入实验室 Clark不是提醒他们 穿上鞋套那么简单 而是会借题发挥怨气十足 而收到他信息的研究员们 要么根本不鸟他 要么会以同样的态度回怼他 搞得实验室的气氛十分尴尬 而他似乎非常享受批判这些研究员 仿佛这样能够证明 他们其实也没那么聪明 Clark在与Annie的短暂相处过程中 一方面被Annie的样貌 和开朗的性格吸引着 而另一方面 又因为自己和Annie之间的差距而自卑 也正因如此 当Annie忘记清理老鼠笼子的时候 他严厉地批评他 仿佛这个时候 他才跟Annie有相匹配的地位 而Annie回信的态度却非常友好 甚至向他道歉 这让Clark觉得Annie很好驾驭 自己是有能力改变Annie的行为的 也正因如此 他对Annie的迷恋越发强烈 然而就当Clark沉浸在与Annie 在一起的美好幻想中是 9月8号这天 Annie的一封邮件 打破了他的美梦 因为这天早上 Annie来到办公室以后 给所有的人发了一封邮件 说自己马上要结婚了 今天是结婚前来这工作的最后一天 接下来的几天将不在办公室 如果有什么事情 等到婚假结束之后 回来会处理 就是这封邮件 给了Clark当头一报 他觉得这是得到心上人 最后的机会了 于是急匆匆地写信 称自己有些关于老鼠笼子的问题 要和Annie探讨 并当即赶到办公室 去找Annie告白 可想而知 Annie肯定觉得很离谱 自己五天后就要和爱人结婚了 咱俩这四个月 普普通通的同事关系 您这是也哪出啊 被拒绝的Clark 这么一气之下 决定硬着来 却遭到了Annie激烈的反抗 在反抗过程中 他在Clark的身上 留下了抓痕和欲情 Clark见状下了狠手 打晕了Annie 甚至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将他勒死 借助自己对这栋建筑的熟悉 他将Annie藏到厕所背后的墙缝 他或许想 是以后再来另做打算处理尸体 或许认为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Annie被藏在里面 可以说这个墙缝 确实是非常隐蔽 如果不是遗体发出的气味 或许真的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Annie在那里面 这第三种的说法听起来非常的有道理 但也只是个猜测 真相到底是什么 也只有Clark自己知道了 Annie的死 无疑令人心痛和惋惜 而这个案件也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 那些看似非常安全的地方 可能也有危险潜伏 看似非常老实的人 也可能在一瞬间 越界成为魔鬼 感谢收看MR档案 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 订阅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